中身美麗 中身美麗 相當快 進寬藤役 但我來買一買見到小武士 入面活力金剛 再後一點 先見到中檔位置的爆冷外面 包裝大師 尾以位置牛禎複星在尾 同主馬牛禎才星 距離頭馬現在約六個馬位 去到飛機長仔前方頭 小武士按住來放 兩個馬位置領先 中身美麗守著第二 過多馬位守著第三個 活力金剛 過多馬位就是進寬藤外面包裝大師 兩個馬位之後 跟著就是大滿馬的爆冷 過多馬位就是牛禎複星 在尾以牛禎才星 距離頭馬現在約莫是八個馬位 在對面直路約莫 差不多到1200米起步點 前面方頭小武士按住 來放過多馬位領先 中身美麗上來逼他 過多馬位之後 首席第三個 上屆打給盟主活力金剛 然後包裝大師上到第四個 再後一點 跟著內蘭位置 半個馬位之後就是進寬藤 一個馬位之後就是大滿爆冷 爆冷再後一點 跟著就是牛禎複星 在尾以還是牛禎才星 距離頭馬現在約莫都是七個馬位 轉向銀溪彎 前面方頭還是小武士 放出一個馬位先領先 逆步亦趨守著第二位 還是終身美麗 上到第三 包裝大師入面 活力金剛 然後跟著爆冷 上到第五 在他入面還有進寬藤 尾以位置還是牛禎複星 在細尾還是牛禎才星 距離頭馬有摩都是七個馬位 轉向銀溪 預備入正直路前面方頭 依然是小武士放出頭 開始按著上一來 見到就是終身美麗 後面上一來見到 還有包裝大師大行 終於見到還有爆冷 上來還有牛禎複星 然後還有進寬藤 後面還有活力金剛 那些馬來的 還有百多位 前面爆冷 第一隻就彈掉了其他對手 後面上來 現在才見到牛禎複星中間 還有包裝大師的馬 爆冷輕易取勝 爆冷贏了花旗集團 香港金會爆冷 跑第一 跑第二名進寬藤 三四名 應該是想看看牛禎複星 還是裡面的包裝大師 跑第二名 金剛贏馬 爆冷 贏得非常之輕鬆 這場一級賽就實至名歸了 白德文 帶來成兩多三個馬 見到牛禎複星 騎下去這次反應麻麻地 反而進寬藤中間有一段很好的喘勁 爆冷贏更緊的賽事 爆冷跑第一 進寬藤第二 牛禎複星第三 包裝大師跑第四 那是不急的 看來地不是說影響臨 可能 爆冷 順利水勝 進寬藤跑第二 劉禎複星第三 包裝大師 八成的馬 都跑第四 終身美麗都第五 沒有選錯 始終都是 不過他不騎那些 放在這麽前把 沒多說 當然是這樣的 不過 表演賽 現在跑完就覺得 是很厲害的 世界上的一級 順來影片 出閘少少不信 還是那隻牛禎複星 他也是拖 拖完 拖完之後 他又要給 很有趣 他一出來那一刻 坐下了 人先坐下 對 對 出馬少一些 沿路 基本上大家都貼爛 一直看空 結果是一隻包裝大師 但對他來說 應該影響不是太大 因為他又不是很重口 一定要說前面有隻馬 頂著你那種馬 無所謂的 因為望空走 對他影響不大 真是很乖 你一定要計算 人人都貼著籃子 叫他走開 一點點的意思 沒理由走出來 對 因為出馬這麼少 對 這個在對面直 很清楚 一直跟著包裝大師 就算了 牛禎複星又跟著他 這牛禎複星 應該這麼早 看到蘇敏倫 已經兩度在看 他剛才側側側 左邊看 但是馬結果回來 都交了很強的衝刺 但很顯然 就是在對面直路的時候 他不知道發現到什麼 所以就在兩度看 他跑不到第二 其實也有一點 其實也是 是不是有些影響 可能賽後報告都會問一下 可以看到其實是很清楚的動作 爆冷的最重要是一件事 第一個彎真的可以貼爛 去到這裡 入直路彎 不要貼爛 網空最重要 最重要 最重要 千萬不要再塞 所以這裡已經移出去 肯定不會塞 一定不會塞 對著這些馬 又不用拿到這麼盡 網空 一網空就馬都自己逢風聲走 這裡 都不用很大力氣 已經過了 大力氣已經過了 對 現在就順著了 好像不用用邊 沒有 有些有 打量 打量 就是聖經的 晉歡騰 牛禎福星和包裝大師都接近 如果有些人會不會有信任 你會否有些人會不會有信任